我们现在就可以从大屏幕上来看几幅漫画 儿童散学归来早 这也是一个生活场景 这个桌子上还搁着灯台 下面还有小姑娘在那吹火 所以咱们今天就要聊一聊 丰子凯先生了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 丰子凯先生的外孙 中国科学研究员宋飞君先生上场 掌声欢迎 丰先生您请坐 丰先生啊就是您作为丰子凯先生 他的至亲您跟我们说说丰子凯先生 我呢宋飞君 我是丰子凯的长外孙 那么在1960年 我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以前 我长期跟丰先生在一起 丰先生的漫画 非常有特色 他自己讲 他说我的漫画的最初的一些模特 就是我的那群孩子 那指的是我的舅舅 我的姨 我的妈 我妈是丰子凯先生的二女儿 这张画是我母亲 林仙 十一岁 丰林仙 后来改名 丰宛淮 十一岁 脚都够不着地 那么他在画他的漫画 旁边一只猫 我小的时候呢 订一本杂志 宋先生 叫小朋友 对 小朋友杂志上 几乎每一期都有 风先生专门给少年儿童 画的漫画 风先生的画风呢 非常的简洁 能够把人物的内心 和事物最美之处 给他一下子给他抓出来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过 有一张叫做《锣鼓响》 就是说乡村里面 剧团来了 敲起锣鼓来了 小孙子急着要去看 这个牵着他奶奶的手 奶奶呢是个小脚老太太 她走不动 这越走不动 这个越急 这个呢就用人物的身体语言 把他两个人的这种心情 非常可爱地 把他表述出来了 风先生呢 他是中国现代 一位伟大的画家 书法家 散文家 诗人 翻译家 美术教育家 音乐教育家 等等等等 但是呢 最为大家所熟悉的 还是他的画和散文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呢宋先生还给我们带来一份传家宝 那就是当初啊 风子侃先生写的家书 我在上海 福星中学 上初一的时候 品德呢就拿了四分 一般的孩子差不多都是五分 我拿了四分 那么外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给我写了一封信 一声当中 我一封批评我的信 我念一段啊 他说 你上学期在学校里 学业成绩好的 品的品语不好 是四分 四分就是品不好的了 我想 你大约 你在学校里 最聪明 知识最多 见识最广 因此看不起 教得不好的先生 和呆笨的同学 因此他们品你四分 这的确是不好的品性 一个人越是聪明 应该越是谦虚 越是守规矩 他说 一个人行为第一 学问第二 倘若行为不好 学问再好 就是好杀 就是我们的方言 再好 也是没有用 反之行为好 即使学问差些 也仍然是个好人 所以你在初中期间 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其次注意学问 8月29日夜 外公书 这个应该是1955年 8月29号 你也想 这封信呢 我作为传家宝 一直保存到现在 信已经都发黄了 这张照片呢 是我初二 1955年的时候 在我外公家的后院拍的 也就是说 在老先生看来 利得远比做学问要高很多 其实这个我觉得 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这样 就是你做哪一行 你做下去就会知道 做到最后还是要做人 做人其实是为己的 而做学问其实是跟别人比 所以我觉得封先生这个教导 不但是值得就是宁家宝藏 其实对我们其他的人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有教义的 那么这个呢 是当年教我的这个课本 唐宋明家辞学 你现在还能记得那时候背的吗 请继续收看 我有传家宝 他呢以后还给我写过信 但是就不是这样的信 我就写别的信了 那么他曾经呢 送给我一幅画 我今天的这个画呢 我也带来了 好 我们来看看啊 也有大的 也有这么大的 大部分都是小的 这是封先生在您多大时候 给您画的啊 这个话题叫自制望远镜 天空望火星 仔细看清楚 他年去旅行 那个是画题 那么画面上呢 几个戴红领巾的孩子 拿那个天文望远镜 来看星空 那么上海的夜空呢 情形璀璨 那非常亮 那么下面的落款呢 是给飞君直楷画 我呢 上高一的时候呢 我特别喜欢天文 晚上看星星 那么总觉得 靠自己眼睛看呢 还不够 有些天文的东西啊 看不到 后来呢 我就跟几个同学一起 根据那个高中物理书上 非常有限的那个物理知识 我们到上海 一个叫求江路 那个旧货摊上 去买了几个透镜 用纸糊了一个镜筒 做成了一个开普勒天文望远镜 别看这个望远镜简单 它的原理是都完全对的 我们居然看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 这个木星的四颗卫星 这个不是我们拍下来的 这个是后来荡下来的 那个是没拍下来 看到了土星的光环 还看到了那个金星的这个银盔 还看清楚了月亮上的环星山 当时呢我非常兴奋 就一五一十 把这个事呢跟外公说了 当时我还记得 他呢听了很高兴 喝了一口酒提一笔 马上给我做了一幅画 就是这幅画 自知望远镜 天空望火星 仔细看清楚 他念去旅行 这幅画后来发表在 1957年的心灵晚报上 成为我的一个传家宝 这是原件 这幅画作就颇为有意思了 老先生听到啊 自己的外孙子 居然在高中 就可以做出天文望远镜了 那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等于是外公对我 那个莫大的鼓励 那么我在1957年上高一了 我呢又喜欢文学 又喜欢美术 跟外公学美术 那么同时呢 又喜欢数学 又喜欢物理 拿不定主意 那我去问外公 我说呢 你看我学什么好 那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呢 他在前面 两台上 他一面喝茶 一面跟我讲 这是我外公 这个是我的小舅舅 右面这就是我 但是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头 学文学的 学外语的 学艺术的多 数学物理 像你学的那么好的 就你一个 是你不如啊 你去学物理 考北大 那么他又讲啊 这个物理呢 不好学 他说呢 但是有智者 是进城 然后呢 他就给我写了一个对联 就是这幅对联 我们来看一下 盛年不从来 一日难在城 及时当勉力 岁月不待人 这个是陶渊明的 杂诗里面的四句话 下面是丁佑 仲夏 写给飞军 直凯 今年是丁佑年 一个甲子之前了 是吗 正好到现在 整整一个甲子 60年了 60年了 哎呀 好字 好字 这个是我就一直 珍藏到现在 一个参加宝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两件作品呢 我们可以请我们 二位专家上来 共同见赏一番 好 新老师 好 好 多样 多谢 张黑你 红艺法师 对对对 但是呢 他的线条 线条 非常潇洒 非常潇洒 谢谢 二位请 请 封先生呢 对于外孙的成绩 都是给予非常热忱的鼓励 做了一个望远镜 那么就闪了一张 这现在应该是 传世名作之一 这个马上把你 这个做望远镜的情景 很详细画出来 还做了一首诗 你想这个对于小孩 是多大的鼓励啊 所以呢 封先生这个教育啊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封先生呢 他实际上 艺术成就这么高啊 也是因为碰见了好老师 大家都知道的 红艺法师李淑彤 那是封子凯先生的恩师 封先生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 求学的时候 李淑彤先生是他的业师 就拿这张字来说呢 是典型的魏碑体 当年李淑彤先生就教导他 学魏碑的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是魏碑之王啊 那么学了以后受益终身 封子凯先生的这一笔魏碑 再加上用行草的办法 显得既庄重又古朴 还不乏灵动 一代传一代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好 谢谢 谢谢 那您是听了您外公的建议 考了北大 我就选择了理科班 那么如愿以偿 第一志愿 考了北大物理系 1960年 上大学以前呢 我又去找外公 我说外公啊 这个怎么做学问呢 他就说呢 这个做学问有三要素 第一 下决心 第二呢 要有计划 第三 持字以恒 刚才这个嘉信里面讲到的 行为第一 学问第二 构成了风家的家风家训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他没有说过家风家训 好 谢谢宋老师 这一点我觉得宋先生 还是比较好的 继承了他们家的家风了 自己不仅是搞科研和科学家 同时又是博士生导师 这个宋先生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的几本书 是吧 这几本书看来也有年头了 就我们家里头呢 有家学的这个传统 那么外公呢 把他形象的叫做客儿 所有的孩子 包括我的这个上一辈 和我们这一辈 都要学什么呢 古典文学 唐诗诵词 那么这个呢 是当年教我的这个课本 唐诵明家词选 同版 古唐诗和解 这当中呢 还有一些记录了 那么这个秋星八首呢 就是8月3号 估计是1956年8月3号 外公教我的 当时呢 每个礼拜我到他那去的时候呢 背上个礼拜教的课 一般呢 要温固而知心 温固而知心 遭阳殿礼恩爱绝 蓬莱宫中 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 不见长安 见尘物 临必殷勤 从祭词 词中有事 两心之 7月7日 长生殿 夜半无人 思雨时 在天愿作彼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天长地久 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 好好好 这就是幼宫了 这就是幼宫 什么叫素质教育 这就是素质教育 好 宋先生 听说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画家 我们今天也请宋先生 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墨宝 来 我的画呢 叫仿风画 仿风之楷的画 我呢 从小的时候 跟外公学过画 外公去世以后呢 我又跟我的小姨呢 学仿风画 我外公呢 有这么一个 一模一样的画 我是照着他仿的 翠佛行人手 是来自宋奇的那个 景禅道 从诗里过来的 外公是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那宋先生 既然机会难得 您来了 就为我们展示一下 您绘画的过程 也请两位专家 见赏 那么这幅画画的一半 我给他画完它 现在呢 我来给画上色 这个老奶奶呢 抱着这个孙子 丰先生的笔画都是不多 左笔都是不多 那么他曾经讲过 画画呢 需要一到笔不到 意识到了 笔呢 不防不到 大家看了这个孩子呢 衣服的边上呢 画笔呢 它有的地方实 有的地方呢 枯 左笔都是不多 小孩呢 小孩呢 上红色 大红的颜色 那么这个一幅画里面呢 红 蓝 绿 三个颜色都要有 有了这个以后呢 这马上就不一样了 外公的洋柳 画得特别好 那么下面再画洋柳 柳条的尖上是很轻 对比前头润 然后后头空 对 最后呢画青草 真好 哎呀 太有意思了 天明 柳下相逢 握手手 握手手 对对对 这个呢 他都是孩子的语言 好好好 哎呀 真好 好画 好画 好 刚才宋先生 给我们展示的 外公留下来的画 还有外公留下来的字 还有外公给您留下的信 还有外公留下来的教诲 特别是后来 看到您在画画 我觉得您在画画这件事 其实它更是一个 就是风家的传家宝 刚才展示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看不见的 这种文化的传承 从风先生到您的小姨 然后到您 我们看到其实这些东西 从那个时候 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 而且我们相信 它还会延续下去 好 谢谢 谢谢 刚才看见宋飞君先生 现场挥毫啊 每一笔 每一个字 每一片颜色 确实都是神似风翁 从这里边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家族的文化传承的力量 我们希望呢 宋先生大力地把这个 风子凯先生的这个画法 弘扬一下 现在崇拜风先生 学习风先生的人很多 能够到您这个火候的 太少太少了 非常感谢您 让我们今天开演了 好